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輪的網賽 今天的辯題是社交移民有助社交媒體 有助社交媒體有助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對錯雙方是正方協疑中學和反方會知中學 現在就讓我介紹雙方的辯論 正方主辯蘇文偉同學 第一副辯杜穎同學 第二副辯李政良同學 傑辯吳嘉穎同學 反方主辯是陳以晴同學 第一副辯許子翹同學 第二副辯陳楚穎同學 傑辯袁穎同學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來今場賽事評分 他的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余朗賢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蔡偉聰先生 還有天主教角德性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王一鳴先生 本場比賽分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 3 3 4 每次發言結束前30秒就會有一丁提示 過去三丁提示 剛剛快裝答 超時15秒 cabo放三丁提示 將方會扣分 因為 Downtown 票aje 9 4 3 3 3 條提示 詳細採規都應該發佈了給不同的參賽者 請問雙方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首先請正方轉變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點頭示意 嘗咪嘗咪想問聽得清楚嗎 嗯清楚好 那你可以點頭我就定了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開眾名義 社交移民是指市民從一個社交平台 轉而去使用另一個平台的現象 而社交媒體霸權即是指某一個平台 利用其市場優勢作出不當行為 來借用戶的私隱進行交易而逃離等等 要釐清的是 今天討論的有效是一種相對有效的概念 即是在社交移民下 可以對抗原有的霸權 就已經算是有效的方法 因此要衡量變替 就要審視社交移民能否減少霸權工資的重要性 何方認為有效原因有二 第一 用戶減少令社交媒體霸權讓步 社交媒體本質上是一個以用戶為中心的平台 依靠著用戶自發在平台上發布信息 以及交流更方 故此 用戶對於平台的反饋又為重要 市場反應大大影響著社交媒體的發展 例如在以前在香港人氣極高的網上討論區高登 正因為管理質素低下管理員政治審查 並且在經常胡亂禁封的回聯帳號 令到很多會員不滿 最終在2016年分裂成為原登討論區 高登也因而流失大量用戶 瀏覽量急劇下跌 社交移民令社交媒體的用戶數量下降 無疑會對平台響氣警號 在2020年香港人網泛使用的WhatsApp 宣布更新私隱條款 強制增加無公司Facebook取得用戶資料的範圍 包括互動資訊、設備資訊等等之後 觸發了全球各地的社交移民潮 有鑑於此 同類軟件色錄的單日下載量 一度高達130萬次 分析程式行銷軟件SensorTower都表示 色錄是2021年初最多入下載的手機軟件 結果我測的條款更新期限由2月8日 至5月15日 而且由本身用戶不確認私隱條款 便會註銷帳號 放寬至只是限制無份的功能 由此可見 用戶透過社交移民 要表達出的負面反應 會令到社交媒體霸權作出讓步 第二 多元競爭為市民提供更多的選擇 過往被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連聊可數 但隨著科技發展 有更多發展定位不同的社交媒體開始出現 例如在Snapchat主打訊息 月後積分的特色 Signal主打加密通訊 Telegram主打高度私隱證 跨平台支援訊等 然而社交媒體霸權等大部分民眾 都只是慣性使用特定的平台 社交移民等社交媒體公司 重新被大眾注意並且使用 市民可以根據其醫院而選擇合適的社交媒體 而並非只是下意識地選擇使用法的公司 例如是社交媒體 Miri早於2012年成立 但一直難以動搖Facebook在市場上的發權地位 直至早前Facebook屢次陷入保安漏洞 洩漏私隱等的醜聞 引起大量的用戶不滿 強調無廣告、無間諜軟件、無資料外設的Miri 因此重新受到大眾的關注 在短短三日內由高達100多萬的新用戶登記 故此 市民在減少對於某社交媒體的依賴程度同時 也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選擇 買發掘適合自己的社交平台 同時各個社交媒體的公司 為了吸引更多的受眾 都會不斷追求進步 提升平台的私隱度以及優化系統 趁語而言有常識的競爭 又助避免某個社交平台 在市場上造就霸權 道常所述 今天的辯題絕不成立 就想問有方同課 如果社交移民不是有效的方法 請問有什麼其他方法是比社交移民更加有效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發言時降為3分46秒 沒有超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辯 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可以了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簡單來說 有方同學所講的社交移民 極其量達到的結果 都只是部分人專門了他們的社交媒體平台 但社交移民本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今次移民去那些平台例如Miri 今年2月的用戶都只不過只有2千萬左右 對於用戶超過26億的Facebook來講 根本就是狗牛一毛 但其實每逢有新的平台出現 就會開始有人呼籲網絡移民 而且成績比今次還好很多 Snapchat還一珠已經過了2億的用戶 但我們看到的是Facebook等綜合社交媒體 Instagram等相片為主社交媒體 YouTube等影片為主社交媒體 他們的霸權就越來越大 今天的變態就是 關鍵字眼就是有效對抗 最低限度你都要壓抑到他們的成長 或者令到他們改變霸權的行為 才叫做有效對抗 但過往那麼多次的社交移民呼籲 他們的用戶人數不但沒有少過 他們的霸權行為也都變本加厲 事實不是已經一早證明了 社交移民根本就是無能為力抗拒嗎 有方就會以為了 社交移民是可以有效對抗 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明白 社交移民的兩個無力之處 第一,社交移民根本就無力 阻止部分社交媒體建立大權的手段 就以Facebook為例 那些美國國會眾議院聽證會上面 就揭發了他們用了所謂的模仿、收購 ASA等等的手段去對付其他競爭者 聽證會上就取得了他們的行政總裁 朱克伯格的電郵 揭露會當他認為市場上出現了 足以影響他們的霸權社交媒體 除了模仿他們的功能之外 就更加會進行收購 在2012年他們就收購了Instagram 2014年 見WhatsApp影響他們的其他產品Messengers 所以又再次進行收購 今天Facebook的霸權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建立 當中的關鍵涉及金錢交易 以及美國政府反壟斷法對此事而不見 社交移民根本就不會對這些行為有充足的力量去制衡 又何談有效對抗呢 第二,社交媒體霸權就涉及不同的面向 是社交移民不可以面對和抗衡的 好像Facebook的內容審查方面 早前澳洲政府和Facebook 就在是否應該付費給澳洲新聞媒體上有所爭執 結果Facebook就將澳洲廣播公司等的新聞機構 甚至澳洲氣象局、衛生部門、 將能及救單位的專業就全部停權 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榮譽教授丁樹範就指出 其實Facebook就已經避免了新聞傳播 甚至是妨礙了新聞自由 雖然澳洲都有大規模的社交移民潮 有100萬人左右就轉了去MeWe 但根本就不足以令Facebook改緣逆次 最終了,阻止Facebook這類行為 真正有效的就是法律上的監管 甚至各國政府向他們施壓 情況才至可能有所改變 2003年了,創立Facebook的時候 主黑白隔就並未看到社交媒體會超越社交功能 甚至成為了人類接收新聞及其他資訊的一個主要來源 到今天了 他們可以成為一個陰衣利用你的個人資料 利用演算法 甚至是商業利益 去控制你接收什麼資訊的權限 源於我們的依賴性 使用習慣 和接收資訊的形式 社交移民制度 變了你所使用的平台 而不是上述行為的泛式轉移 因此 根本就不能夠針對到社交媒體霸權的核心 對他們的挑戰 亦都只可以是隔屈蘇養 而不能夠作出有效的對抗 因此 變態理應被退發 多謝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18秒 沒有超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難節 先由正方自由拍出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編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會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限時到達前的15秒都會有一丁提示 之後就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宜發問 正方主編回答 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的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是發問的分數 好 現在就有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宜發問 然後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繼承思議 要辦公封方便宜發問 嗯!聽到了 主席、評判、序族各位 大家好 一些大企業 例如是 사람들等 一直都主導著社交媒體的市場 市場佔有率高 因此即使以往 市民不滿意他的政策 都只能夠密密去接受 不能夠作出任何行動 在現時我們看到的是生在媒體的運氣 還是市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有更多的選擇 市民可以用社交移民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 所以想請問遊方和學 如果社交移民的方式都無效 身為社交媒體主要用家的一班小市民 還可以做些什麼來對抗社交媒體的霸權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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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少都可以壓抑到他們的成長 或者令到他們改變霸權的行為 才算有效對抗的 因此我就想問問有方同學 在歷來的社交移民潮入面 由哪一次在中系事實上成功做到 另有霸權地位和行為的社交媒體用戶停止增長 和將他們的霸權行為改變呢? 請有方正面回答 另一方這邊教育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 請求您固定 請請請請請請請 叮叮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政方主便回答 然后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想向镜头示意 好 叮 主席 评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先多谢有分网我今天的提问 有分网我说现在问我方 现在有什么成效 有什么纯细的数字 但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看到的是 社交移民潮宣布了之后 一周2021年1月WhatsApp 由1130万次的下载量 变成了现在970万的下载量 每周下跌了13%至14% 再来的就是 它在英国和美国的排行下载 的排行下都下降了 想问我分网我 为何这些不是我们看到的成效 再来今天分网我 它标准和我们说 现在有效率 就是要令它们改变 改变一些霸权行为 我方主编都觉得很清楚 我们看到在社交移民潮的影响 这个对抗下 现在WhatsApp是由它本身的 要去接受这个 条款的期限 然后延期到5月 为什么这一个 还会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呢 再来看到的就是 它由原本我们会注销帐行 到现在限制部分功能 所以这个就是 好 接着是 现在台上访问的时间就结束了 达到正方第一呼便 你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向镜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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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地方叫什么 叫坚离地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逐一审视 有方离地在哪 第一 有方同我说反方案 有方同我说 政府限制才是最有效的反方案 第一 我方想问 可行性在哪里呢 社交媒体公司 例如Facebook WhatsApp 这些国际性的跨国企业 是否要全世界所有政府 合力去监管和限制呢 第二 执行上的问题 有方同我怎样解决 我们怎样可以监管 有方同我怎样可以监管 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量 什么人可以用Facebook 什么人可以用Instagram 那个界定原则在哪 我们怎样确保他们又不偷资料 是否要派间调 派人监听 我们才可以知道呢 第二 有方同我的标准 都是好离地的 今天我方问你方 有没有其他比社交移民更好的方法 有方的方案模糊 好像我刚才所说 因为有方都知道 没有方案是可以满足到所有有方的要求 可见有方标准过高 今天我方看到 有方跟我说 其实现在这个社交移民是无效的 因为他无力阻止建立霸权手段 他跟我说 这个下载量是没有下跌到 但其实我方主便已经说过 而再者 下载量其实是不代表使用频率的 你方需要认证 用户是否真的有达到以前的使用量 根据全球最大的应用战略 决策平台APPANY的报告 在美国 WhatsApp现在是下载排行榜 排名第38位 而英国是排名第10位 大大低于正常水平 而相比之下 Telegram和Signal都上升了 现在在英国下载排行榜 分别排名第13和第1 可见使用频率仍然有所下降 所以你方需要认证 WhatsApp是否真的完全达不到 而再者 有方同学又跟我说一个很奇怪的论点 他跟我说 Facebook这些社交媒体 是涉及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社交移民 社交移民就是无考 但有方的逻辑很奇怪 问题很严重 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害怕他 什么都不做 是否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方见到Facebook 是妨碍新闻自由 你方也会说 那我们更加需要移民去更透明的平台 例如MeWe 然后我们再发掘一些更加新的方法 去社交移民改善原有的问题 而其实今天我方见到 今天有方根本不明白 要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从来都不是要彻底 拉到大型社交媒体的公司 我们短时间内也都难以做到 在Facebook和WhatsApp 仍然独大的年代 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 就算知道个人资料 很大机会外洩 程式偷听我们平时的对话 霸权之下只能默默妥协 但是到现在 今次社交移民 成功引起关注 令到各国使用者 知道保障个人私隐 和建立整体网络健康生态的重要 当连老一辈的亲戚 都从屋室进入职劳的时候 正确了现在 社交移民的意识 已经值得了 现在老海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副变 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超市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一副变 有3分钟时间 准备好声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可以 对 主席 评判在座的各位 大家好 我方其实呢 刚才一直都有所说 法律手段 就可以直接影响到 社交媒体的营运 例如 使用这个反垄断法 去阻止他们 再收购其他平台 来扩张势力等等 制度都没有改变过 只是延时了一个条款的日期 又怎么算是有效对抗呢? 柔虎同学就支持变题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 社交媒体的运作 首先 Facebook这类型的社交媒体 之所以获得白权地位 是因为是可以提供文字 图片、影片分享的同事 还要是免费的 从而吸引到数二十亿的用户 但正如前谷歌广告与商业资讯副总裁拉马 所言 免费的模式接触庞大的开支 是由广告商来帮用户给了的 Facebook 除了有数二万计的人员之外 每天的流量太高 令他们不断价设一条条 数二十亿美元的海底电纜 此外他们还要每日维持 超过接收600TV的数据中心 因此Facebook今年的开支 就高达了730亿美元 相当于整个香港政府 既然成本高又要免费了 那又只能够买广告 而广告商当然是希望他们的广告 能准确地给到前在的客户看 因此社交媒体必须收集用户的数据 透过演说法来提供大量广告给你 今天的社交媒体就是这样的运作 花那么多时间去讲述大型社交媒体的运作 这个过程就是要令大家明白 社交移民的规模如果好像真的现在这么小 现实上已经证明到对抗能力的不足 但是如果规模庞大 就只会令成本上升到一个难以负担的程度 到时要么就向用户收取大量的费用 但这个方法就从来都没有人成功过 要么就是我刚才所说Facebook的营运商再重复一次 最后就算你成功在另一个媒体 高萌的成本只可以令他们重拖 你们现在最新的社交媒体的覆设 最新另一个霸权 这个就是有效对抗的方法吗? 如果有数以十亿计的用户都移民 去一些以文字为主题的平台 网络流量和营运成本就会大幅下降 再加上收取用户费用 或者还有一些希望打破这个循环 但如果网民真的肯这么做的话 其实一早就已经成功对抗社交媒体的霸权了 我说的平台就是第一代的社交媒体 暴落格 而暴落格的衰落 就正正是因为用户大规模的移民去Facebook的结果 反正今天的社交媒体的霸权 根本就是用现在网络用户样子出来的 你们用同一班人用同一个方法 为何可以对抗道呢?多谢 好,反方第一副片的发言时间为2分33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正方第2副片 没有3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主席、评判、授授各位,大家好 今天游空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 游空涉验到问题很严重 因为社交媒体本质上 就是叫他收取用户的资料去卖广告 又说他如果转去其他的媒体 他都会收购了那个媒体 所以就觉得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就选择什么都不去做 今天游方不是反对社交移民 是反对对抗霸权 觉得什么都不用做 这种破而不立的态度又是否负责任呢? 我们再审视游方犯下的问题 第一是标准不合理 今天游方是非常之苛刻的 说我们要抑押这些领导媒体的成长 甚至听完游方的演词 原来一些新兴的媒体和领导媒体平起平坐 才叫做可以有效地对抗 然而今天游方全场都没有举出 任何一个方案可以达到以上的成效 不是因为游方没有论证责任 是因为游方都知道在短时间内 令这些领导媒体被取代根本是天方夜塔 没有一个方案可以做到 因此游方的标准不成了 游方只需要论证 社交移民是相对有效的做法 而第二游方过于短视 今天游方说 其实社交移民的人数都不多 所以对抗这些这么大的霸权根本没有成效 然而市民 然而所有的转变都需要是过渡期间 而我并且举出数据去论证 在WhatsApp公布私印条款之后 Signal的下载量上升了4200% 而在同期 在Telegram和Signal的总下载量 已经超越了WhatsApp 我见它已经逐步去动摇WhatsApp的领导地位 而这个只不过是起点 再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联灯取代高灯 成为全香港最受欢迎的讨论区 几年前 人人都说无可能 但最后事实摆在眼前 就正正因为社交平台信息慢变 使用者的去留对他们的影响就由其大 好像游方说的 移民令到blog去衰落 也是同样的道理 证明了社交移民的成效 第二 游方说要错判现况 游方说要举出实质的数据 究竟有哪一次的移民是有实质成效 游方已经跟游方说了 WhatsApp这些国际大公司 它已经让步去延迟了几个月之余 还将原本删除账户变成逐步限制功能 这个已经是一带让步 而游方应该举不出其他方案 达到更大的成效 一次成效 游方得证 第四个问题 反方案不清不楚 今天游方说一句话 法律规管它不可以收购 我想问 港府何时会规管一些私营市场 不可以收购其他公司呢 这些商业的决定 是不是政府可以干预得到呢 再者今天游方这个方案 是指标都不知道 是否知道细枝不清不楚 更加旺论去治本 是一个长期彻底的改变 再者各位 其实双方都明白 社交媒体霸权已经出现 而且是需要解决的 但可惜的是 游方采取的态度是逆来信修 大家要明白一点 妥协往往是霸权的最大帮凶 而游方的袖手旁观 是永远不会换来改善的 反而会令使用者决利决 无法摆脱社交媒体的支配 相反,循序占着实施社交移民 以行动去表达诉求 倡议而言 才可以带动竞争和进步 实现一个健康的社交媒体生态 多谢各位 好 正方第二副片 发言时间为3分03 没有超前无需求分 而接着就是 反方第二副片 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好轻向镜头示意 可以 主席评判助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我们没有主出有效的方法 但我们由主辩开始 已经说我们会用这个法律 尤其是用这个反弄乱法 来令其他公司不允许再收购 收购其他公司来做这个独大 刚才我们一直讨论Facebook这类综合性社交媒体 但其实也有其他社交媒体 例如以影片为主的社交媒体YouTube 它的内容政策都相当有问题 例如对娱乐为主 甚至内容农场的影片都会退上热门 但严肃的话题就会加以打压 那么多年来 有什么社交移民的行动 与YouTube这种言论控制的霸权作对抗呢? 根据电子前哨基金会 国际言论自由总监吉利安若克指出 比较成功对抗的例子就是2007年 埃及记者阿巴斯发布埃及警方警报影片证据的时候 被YouTube删除账号 但最终帮助他的并不是社交移民 而是美国政府私下和YouTube解决事件 令到阿巴斯的账户重开 及后这些社交媒体遵守由美国学术界 非政府组织推出的克拉拉原则 令到社交媒体都要提供有透明度的狼手质 和有意义的上诉机制和审讯管道 令到过往YouTube做事不用理教的企业稍为修炼 由此可见社会组织、政府甚至法律介入才能作出对抗 而不是社交移民 相反我们不如看看社交移民的趋势 近年最成功的社交移民 就是大量年轻人都移民过去的TikTok 令到他们的用户超过8亿个 在Facebook和Google旗下社交媒体以外最多用户是一个 但结果他们一样出现了很多内容上的问题和侵犯私隐 在欧洲他们被指控非法收集数百万欧洲儿童的私隐数据 前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阿朗菲尔德表示 TikTok自2018年5月起就收集儿童的电话号码、位置、影片等私人资料 可能在未经同的情况下 被未知的第三方使用面对种种的问题 美国政府打算封实TikTok保障人民的私隐 但根据香港的01报导 调查发现美国超过一半18至34岁的年轻族群 和4成34至44岁的族群都反对封杀 有方说社交移民有效 现在他们很有效地移民到一个侵犯他们私隐的社交媒体 但他们还要支持对抗霸卷 你哪里看到呢?多谢 好,凡方第二负面发言时间为2分26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每方各有两人的发问 好,现在首先由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言发问 你必须开启镜头 那你有1分钟的时间 那准备好就可以向镜头示意 15秒前会登 发言时间会登 好,登 各位,大家好 今天由方开出一个很高的标准 说我们一定要用法律的规管和施压 才可以阻止大公司进行扩张 甚至是收购的行为 但我们今天看到是社交移民作为一个表态的方式 反映市民对于这些社交平台行为的不满 但如果我们今天这些大公司 去作为一个这么好的商业企业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会无端端在没有任何市民进行表态的时候 就会去压制这些大公司的成长 究竟政府有什么由因 去无端端进行这些压制他们商业发展的成长呢 所以美方必须提出 究竟美方今天所说 无端端就会用一些在没有社交移民的前提之下 进行法律规管的可行性有多大 谢谢 OK,好 那现在饭方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好,现在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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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静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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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由反方自由拍出一位辯員回答 你用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完事意 可以 多謝對方的發問,正如我所說,正如你們剛問的問題就是為何會封殺他們 正如我所說,因為TikTok這麼大間有8億人用的公司 竟然非法收集很多人的私隱 你覺得是否要封殺,作為一個政府 然後面對他們總共的問題,美國的政府都打算封殺他們 保障他們的私隱 正如我剛才說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同意 但是其實是很需要封殺他們的 因為他們非法收集私隱 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來封殺他們這些大公司 好,多謝 接著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那都是必須可以看鏡頭 那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就可以向鏡頭示意 搞定,OK 大家好,社交移民不要說要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能不能夠構成一定的壓力呢? 都是要視乎網民自己的意識 不過,就以近年大熱的TikTok為例 即使他們侵害了私隱 根據調查,美國仍然有一半的年輕族群反對封殺他們 要繼續使用TikTok 因此我想問是有方同學 一班連對抗意識都沒有的網民 憑什麼對抗社交媒體霸權呢? 請有方正面回答 謝謝 好,現在正方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謝謝,現在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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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叮叮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就由政方自由派车位便宜回答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判、祖祖各位,大家好 今天邮方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错判验坊 其实我看到现在都听不到 邮方对霸权的定义是什么 究竟TikTok做了什么才叫霸权呢 TikTok是否正是收集用户的资讯 为什么这样就叫做非法收集 为什么这样就叫做霸权呢 如果这样就叫做霸权的话 其实市民都不觉得有问题 所以他才不去移民 他都不觉得这个限制了他的自由 不觉得这个社交媒体出了错 所以他才不去移民 如果他觉得有问题 他就会自发去做的了 而且如果他们都不觉得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需要政府介入 用一个这么强硬的手段 甚至去限制他一些的政策 甚至去限制他的收购 防止他的垄断 但是根本上市民都不需要 都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负面的想法的时候 然后究竟为什么需要政府介入呢 有方是需要论政家 多谢各位 嗯 好 现在进入第二轮的投票发问环节 亦都是政方派出一位台客变缘发问 那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那准备好就向镜头示意 主席评判着各位大家好 社交媒体发言是指用某一个平台 令它的市场优势作出不当的行为 而我方一而再再而生地提出 社交移民潮出现了之后 带动了Signal Telegram等的社交媒体 下载了两幅声连Whatsapp都因此而让步 将私印条款的更新期限 由2月8号更新到5月15号 并且由原本用户来不确认 私印条款就会注销账号放宽 只要限制某部分的功能 如果社交移民潮密有限的方法 那请问对方 为什么Whatsapp会因此而作出让步呢 请对方正念回答 多谢各位 好 现在反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 定 请对方正念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多謝友方同學的提問 友方說WhatsApp也是因為怕人移民去寫信號 而延長了有關個人資料的新聞日期 但實際上他們根本都沒有改變過制度 在5月15日之前都不同意條款發送信息 接收通知、接收來電等核心的功能人員會逐步喪失 他們根本都沒有改變過政策的方向 由有效對抗到哪裏呢? 好,接著就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下一分鐘的時間,最後請計算事宜 好,叮 噢,我再說了,不好意思 叮 請友方正面回答 好,現在正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好,現在開始 定 開始 定 叮叮,没事一分钟了,好,准备时间结束,现在由正方自由拍车外面而回答,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想向镜头示意。 可以 好,叮 主席、评判、赵卓,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问这条问题很明显,就是没听我方由一主辩到以赴的主线 那我跟他说,Facebook怎么都一定会收购其他社交媒体公司,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但其实今天我方看到,你方提出的数据都只是说Facebook,他们会收购其他公司 那有方可不可以跟我们论证,是否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愿意被Facebook收购呢? 譬如Signal,Telegram,MeWe,他们有没有愿意过呢? 而第二,其实我方今天已经提出了多番提出很多的数据 不过有方可没听到我方再说多次 2021年宣布了WhatsApp的条例,后一周WhatsApp由1130万次的下载量跌到970万,每周下跌18-14% 所以我方看到这些就是小市民作出的对应,这些就是我方方案的成效 所以我方听清楚我方的主线,多谢各位 好,现在是结变环节,双方结变会有一分钟时间准... 啊,sorry,是投下货问环节结束,现在是结变环节,双方结变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谢谢,好,现在开始 谢谢 对 125 各 5 8 9 9 1 9 預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結辯總結 好,你有四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整場比賽來到尾聲了,有方一直質疑我們 原來移民到其他社交平台就可以有更多選擇 就可以讓他們自由使用,又用VV來做例子 就說要一百多萬人用,但有方就覺得數字很大 但有方的同學看來他的眼界好像太淺 但有方是不是應該更加放眼世界,看看Facebook到底有多少人用呢? Facebook還有一百億的用戶 有方同學也跟我們說,用戶減少了就可以引起他們負面反應有效對抗霸權 但當一班養起了霸權的人,例如養起了Facebook的人 他們去了另一個平台,再養起另一個平台 又為何會有效對抗呢? 又難道好像有方所說的有效對抗就是指再做另一個霸權 等到這樣就為之有效對抗了嗎? 一闊就指我們說我們離地了,但有方同學不要再混淆視聽 正正是因為他們質問我們的可能性 正正是因為他們偷資料 所以Facebook和Instagram等這些社交平台的應用程式 才會透過演算法去推介我們近期有所瀏覽過的東西 但是有方同學又說要我們證明了 但是有方同學又好像忘記了 今天這條編題是要有方同學去驗證社交移民的有效性 而不是要我們提出一個方法 而放寫我方也一直跟你們說 就說我們可以用這個反壟斷法去透過政府去制止他們所製造出來的問題 但有方同學一直指我們說沒有提過任何的方法 原因就是因為原來我們根本找不到有什麼方法可以制止 可以制止滿足我們的條件 但是近年社會在討論民主制度 經歷過90年代的高峰之後一直都在退潮 表面上獨裁殘暴的統治者是民主制度的大敵 但其實更大的威脅始終都是人的依賴和懶惰 當馬威共和的人將希望放在希特拉身上 德國就注定了要失去民主制度 當美國人投一張票給特朗普 就以為可以令美國再次偉大 或者可以令特朗普無法連任 就完成了打到霸權的使命 但還是忘記了美國的政局只會兩極分化 甚至當年會選到特朗普出來 都是因為他們長年衰於積極參與國家的事務 習慣假手於人 社會變得越來越差所造成 其實這個趨勢也有點像今天的辯論 其實今天有方都明白了 如果社交網絡媒體的霸權出現 就是因為他們有太多人用社交媒體 最終令到他們的影響力甚至是權力不斷膨脹 最後變成一個霸權 但有方同學沒有辦法自願其說的是 為何今天的社交媒體是由人貪免費、貪方便、貪功能養出來 而同一班人也可以透過移民去養大另一個平台 便足以有效對抗了 我方也用了部落家這些二文字為主 但沒有出現霸權的平台 是如何在社交移民潮中被利益 TikTok如何侵犯私隱 但仍然正正日上 社交移民以來的人接種意志 甚至被民眾繼續支持的例子 他告訴有方和大家 現實上社交移民的方向 不但走不了去有方理想的方向 更是向相反方向走 不理權利娛樂至死就是網民寫照 那麼我們還如何期望到社交移民 可以有足夠的實力和社交媒體的霸權抗衡呢 我方也不是說我們不可能抵抗到社交媒體霸權 但並不是用社交移民這個方法 現在各國政府合作 利用法規約束社交媒體的影響力 如果當年美國肯動用反壟斷法 Facebook就不會成為現在環跨綜合社交平台 相片社交平台Instagram 以及即時軟件WhatsApp的科技具收 我們可以透過法規追悼龐大的賠償 令媒體被迫收斂 才可以形成有效對抗 因此今天的辯題理應被推翻 多謝各位 嗯好 反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1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好 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4分鐘 嗯好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其實剛剛聽完陳方結辯的論述 其實是不難發現 今天對方對到結辯的位置 仍然解釋得不清楚 今天剛剛由方結辯提到 會造就另一個霸權 而其實由方是十分之似相矛盾 由方一方面就說得很少人移民 其實都得幾百個人成效成義 但另一方面又說 那個霸權 即移民條 其實是多到可以造成另一個霸權 所以其實今天到底是多人 還是少人移民 有沒有成效呢 由方其實到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解釋得不清楚的 再來第二個矛盾 由方不斷地舉出了很多不同的霸權 現在是很嚴重的例子 很影響市民 然而今天市民可以做些什麼 去對抗這班霸權 這個社交媒體霸權的問題 由方是從來都沒有解釋過的 但由方就是正正看到市民 現在可以做的就是 以下載去表態 所以這樣就正正已經是對抗 所以今天由方這一點也是說不過去的 再來 我們再來看看今天由方的標準 其實今天由方的標準是十分之不合理的 今天由方面對著有效的兩大標準 首先就是說他們要申請的社交移民 是要壓抑到原有百分公司的增長 就譬如說是一些收購後 而其實正如我方一二負的時候都已經質疑過 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任何方案 可以阻止這些社交媒體的政策 因為這個是自由市場 所以其實今天由方不斷強調的法例 其實都是做不到的 但由方見到的是有效的位置 就是正正可以令到這些 這班的法律公司讓步 即是由方一輩子 都已經提出他們的數據 指出電密 用了其他平台 其實已經相對弱化霸權 這一點由方說不過去 再者其實由方正正看到 社交媒體公司的特質 就是易受市場影響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WhatsApp這些大公司 他們冤意延期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很大讓步了 所以其實今天是不是這樣 已經符合了今天由方可以令到 霸權改變合適的標準 我們說過去了 再來 我們看看今天由方的反方案 其實全場 由方都不斷強調說 要對抗霸權最好效的方法就是法律 而今天其實所有方的細節 到底怎樣執行 由方從來都沒有解釋清楚 所以可能性方面 這一點由方說過去了 而其實我方看到 即使我方退一步 當真的有法律去實行 其實我方看到的是 法律其實都是 建基於市民的態度 正正就是市民見到 這班霸權公司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才出來發聲去表態 所以就算真的有法律 也是因為政府建基於他們的取態 才會實行 所以其實今天是不是已經達到了 連方所說的有效呢 這一點由方說過去了 再者各位 今天由方是分析科克的 他們要求社交議員 要即時有效地對抗 這班社交文件霸權 但今天由方一直忽略的是 社交議員已經提供了 以往沒有的選擇權給市民 隨著越來越多的社交文件出現 我看到的是 因為WhatsApp的私人問題 很多市民都選擇下載其他的替代情緒 以下載量的表態 我們不再受制於單一的社交媒體 這樣做不可以稱之為對抗嗎 其實未來出社會是怎樣 雙方都沒有預料 但至少我方相信 市民有需要各限於一個平台 已經是邁向對抗社交媒體霸權的一大報 可悲的是 由方依然選擇故步、自封、單周、奢望 這樣可以對抗霸權 當越來越多人響應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力量 足以改寫社交文件的未來 所以社交文件移民的第一步 是舉足輕重的一步 定定 何方堅信 聲聲之火 愛瞭遠 我們各位 好 正方即便發言時間為4分05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比賽過一段落 本人就會將與評判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亦都會在三位評判 填完他們的分數之後 開始就請評判 做一位今場的比賽給予評語 所以請對賽雙方留在原位等候 亦都提一下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要另外去額外評分的 所以每位評判 首先要選出三位表現交界辯論 再分別就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就會有30分 次佳一位就會有20分 最後那位就會有10分 再分析 請評判 請評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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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